积极正常杯游泳竞赛 继水资源宣导计划 日前在积极正立游泳池盛大举行 现场来的许多小朋友 都是为了参加这次的比赛 而这次的比赛除了游泳竞赛以外 更有趣味竞赛 替比赛增添一点色彩 先议员陈昭玉表示 游泳技能是最基本的 希望各位小朋友可以游出快乐 106年度积极正常杯的游泳比赛 在我们趣味竞赛 以及来自台中市普勇协会 示范的表演之下 在欢乐的气氛当中来节目 我希望透过我们积极 这么好的水质游泳池 对于我们基层游泳的一个运动 都能够做一个基层 非常扎实的一个训练 尤其台湾身为海岛的国家 我们应该要最积极来踊跃 来办理各项的水上的一个活动 然后游泳技能是最基本的 希望大家游出健康游出快乐 而这次荣获第一名的选手表示 很开心可以获得第一名 会持续的加油 这次我很高兴得第一名 希望下次可以加油 积极正立游泳池的设备不仅齐全 泳池的用水更是品质非常良好的 先议员肖志全也呼吁所有小小选手 要好好充实游泳技术 注意安全 我们知道正义游泳池是在南投县里面是除了设备上比山的游泳池 烈性欲丑以外 不过它的水质应该可以说是全线最好的 也期待说我们所有的选手能够把自己的游泳技术练好 将来不管在各项水域活动 不仅能够自救而且还能够救人 也希望新的水上活动 在大家的推动之下 我们所有的选手们大家都能够注意安全 游泳这项运动不但已列为必修课程 而举办游泳比赛 除了提供一个舞台给孩子们表现以外 对于小小选手更是一个获得肯定的机会 记者邱平毅 积极采访报道